很多人留言說想你分析一下MIRROR的概念股 他就說623 其實還可以留言說8號仔都出了 簡單說說大數 電營業績轉虧為營 賺了超過10億 核心 EBITDA增加6% 對其下免費電視VOTV業務就轉賺了 其中的廣告收益倍增 超過一半的廣告客都是新客人 很厲害 MIRROR效應之下藝人管理收益增加了10倍 這個都是公司特別自己也提到的 不是我自己說的 另外就是香港電訊 當然其實電營還有很大部分的盈利收益 都是來自香港電訊 香港電訊去年業績的純利減少了 超過9% 不過增派末期息 去到每股42.07 為於去年 他們11月推出了MIRROR 5G企劃 他們也有講到 他們公司的5G客戶量 今年1月突破了75萬6千名 他們特地有一個最新更新 因為比起去年年底又再進一步增加了 那怎麼看這兩隻股份 好像大家都專注 因為去年大家都知道 可以說是暴風式的MIRROR效應 對公司業績是有幫助的 那怎麼分析這兩隻股份 又值不值得買入呢? 那當然從業績上說 這兩隻股份就真的算是好 就是起碼和你說的 去年大家本身天天有眼看到MIRROR很紅 那但是大家不斷都會有個擔心 或者在股票角度 就是究竟能否反映到在股價或者業績身上 那起碼這次你看到 無論電營和623兩者出來的業績 是真的都藉著MIRROR的因素 是有一些證明的推動回到來的 供應是挺明顯的 那所以起碼兩者是要配合 起碼業績交到功課先 這個最基本 那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兩者比較起來 我會覺得都是傾向電營的 8號仔 其實之前都未出業績過 過了一個有人問都是這樣說的 我會比較選8號仔為主先的 因為兩樣東西 當然你說兩者的關係性很重 就是8號和623 那但是為什麼說選8號仔不選623呢 我想雖然兩者都有MIRROR效應在這裡 那但是如果真的從業務面方面來算 8號會更加之好 它是更加紮實的 因為其實623呢 我想這次業績調做上算OK的地方 剛才你也提到 只是靠著可能旗下電訊業務方面 跟MIRROR的合作 而令到那個可能想客 那樣東西是有個幫助 那這些都是個別業務上的帶動 但是623唯一一個問題呢 始終今次我看到就是 之前都說過 就是他向8號仔收購完 NOW TV之後呢 其實這個對業務的那個 盈利呢 會是多了一些波動性 因為始終收費電視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比較惡搞一些 或者這樣說 或者是難去賺錢多一些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算 其實就盈利能力上說 上算是偏向波動性大一些 唯一今次好一些 就是623也叫增加派息 但是如果你說比較一排息來說 雖然可能要增加了 但是量化回到息率呢 其實8號仔還是高過623 或者其實兩者差不多 所以兩者的息率都差不多 那我當然選擇一個穩陣點的業務就是8號仔 因為8號仔起碼實際來說 真的受回MIRROR那個推動會是更加明顯的 那幾個業務啦 免費電視業務啦 或者剛才看到藝人管理的業務啦 這兩部分就很明顯 直接受回MIRROR因素是有一個推動 那所以如果你說 以這次業績要這麼強的表現呢 其實完全就是這個因素啦 那所以我想兩者比較起來 但是我依然維持之前 就是未有業績前都是這麼說的啦 簡單是選一隻8號仔 甚至乎 其實整體都還是以8號仔為之強一點的 那我覺得其實8號仔都比較 繼續適合是做一些偏 可能中長線一點點 是收下息 或者發覺價慢慢上的一些部署 那我覺得在整個自己的組合裡面呢 你說選擇這些的可能偏向是收息裡面的股份 做一點點的佔比配置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先留下